人生就是这样 你想顺利你就好好守戒 很多人就是有点钱了 就开始乱来了 脸都不要了 接下来就倒霉了 很多人破产就是破在感情上的呀 感情先破产了 所以你说他其他能不破产吗 不要开玩笑啊 我告诉你 人生最大的纪委就是这个 所以万恶赢为首啊 对不对啊 所以一个人要 节制是很重要 你比方说你在马路上开车 你要看见红灯你要停 对不对啊 你有时候不能发脾气 你就不能发脾气